在政府推動房地合一以及打房的政策下 縣內主計處等單位所提供的數據顯示 今年土地增值稅將會增加6億多 議員陳翰立則宇宙新團的提出疑慮 縣內真的有機會增加這麼多的稅入嗎 中央統籌分配及土地增值稅 較上年度增加了6億1千多萬 這個政府在房地合一跟打房的政策之下 土地增值稅有可能明年會增加這麼多收入 還是這個預算是序列的 另外針對縣內實施75歲以上民眾免健保政策 議員陳翰立也建議 應有相關的程序保證讓福利政策不會跳票 明年光是65歲以上就要7千多萬了 那你其他的你說未來75歲以後 我是非常的擔憂會不會跳票 所以我在這邊我還是呼籲我們社會處 這個相關的程序要出來 對於縣內的社會福利 議員曾正言提出 應更實質關心823仗義士兵一雙的建議 希望民政處等單位 可以協助讓他們享有慰問精致權益 你說有待我問起來 他們老爸去問中央 有了國家中央 但是他們的口聲都沒法 一天連發到一天也沒法 我意思是你如果沒有資料 沒關係我提供給你 要我們實質的關心 因為若是這個情況 我們要特別關心 我是說 我們前幾個家 不是到日本 以黨屬立的學生 也都不合法 這點請我們的主席 讓我們重視一下 針對關懷照顧 站完以暑之議題 議員肖志全 同樣站在支持的立場 並期望政府單位 未來能更重視這些遺暑們 其實47年的823炮戰以後 才能保有我們 今日台灣的環化跟環榮 在這邊也是來拜託我們 民政處 可以針對陳議員所談的 暫妄的 將士的 他的直系的親屬 還有他的孩子 已經六十幾年 要成年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我想這個人數 應該不會很多 而長期關心弱勢團體的議員 張志明也針對目前全責單位 僱用身心障礙的人數提出建議 面對種種福利之問題 諸位議員在定期會上提出疑問以及改善建議 期盼縣府相關單位皆能重視以及付諸行動 讓民眾享受線內福利更有感 明天新聞廖維林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